美军坦克装备的平钮穿甲弹是否会产生核铺射 平钮弹作为美军的现役主要武器 一直饱受真一 平钮弹顾名思义就是以平钮作为原料来制作炮弹 平钮又称弱化钮或者是衰变钮 主要是浓缩钮过程中产生的副产 在自然界中 钮235的浓度只有0.72% 如果想把它利用到核电站或者是核武器上面 就需要提升U235的浓度 核电站需要的U235浓度在3%左右 而制作核武器的浓缩钮需要达到90%以上 这种核武器级别的浓缩钮 每一公斤就需要消耗200度以上的钮矿 才能停电出浓度极高的浓缩钮 然而在浓缩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副产品 平钮 平钮相比于自然界的钮 它的U235含量下降到了1%左右 放射性也降低了60% 但是它还是具有放射性 目前的研究表明 平钮的放射性物质没有办法有效穿透皮肤 但是在吸食之后可能会对内脏和大脑产生长期的影响 在对动物的实验中 平钮可能会引发白血病 基因疾病和神经疾病 虽然没有科学证明 这些疾病和平钮有着直接的关联 美军军方也一直否认平钮弹会带来其他的危害 但是在过去的美军作战区域中 平民以及退伍军人 都可以看到白血病和其他疾病的增加 既然平钮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美军为什么还要使用平钮弹 这些都与平钮的特性有关 钮具极高的密度和金属乌相当是铁的2.5倍 加工处理后的钮合金硬度更高 特别适合做穿甲弹的材料 而且又还具有远超金属物的特性 也就是传说中的自律现象 简单来说就是在穿甲的过程中 弹药受到冲击之后 前端的弹头总能保持尖锐的形状 而且是装甲越硬它就越尖锐 所以说平钮弹的穿甲能力十分惊人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其成本低廉 认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一场国立的考验 平钮作为浓缩的副产品 美苏两个大国都大量产出这种东西 为了处理这些核废料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如果可以把这种人人嫌弃的核废料 变成一种高科技武器 替代制作成本高昂的乌星穿甲弹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随着现代坦克的火炮口径越来越大 炮弹的尺寸也随之变大 受到坦克车身尺寸的限制 没有办法携带更多的弹药 这时候强化弹药本身 提升杀伤力和穿甲能力 一发就可以让敌人的坦克灰飞烟灭 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美国并不是全世界唯一装备贫油弹的国家 全世界有二十几个国家也在研制和装备这种弹药 但是只有美军大量使用了贫油弹 并且在中东地区造成了重金属污染 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 贫油弹不光只是装备在坦克上面 比如像美军的I10游珠攻击机的30毫米机炮 就使用了贫油弹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